《协讯来家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但神既然厌中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说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厌我们心的神喜欢 那你从这个概念就看到 其实门徒如果他一信主 他自己的改变越大 就越承受得到 而到最后能够走得远 所以变成从主耶稣基督 一变成他们很多时候 他放下渔网等等 其实那种是一个心境 那种一种信主之后的决绝 所以变成初信的时候 原来真的越苦越好 新洋教会其实原来那种苦是需要 原因就是我们里面的性格 简单来说我们有生之年 都尽量希望各种生活 是维持着那个性格 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要舒服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压力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难做 为什么我们不想叫做矛盾 因为我们不想改变 因为我们不想我们自己里面的心境 哪一种性格在任何大的挫折底下 我们需要求生或者求存底下 要改我们的习惯 改我们的生活环境 改我们每一样东西 我们的性格很多时候 是成为我们的内心 无论那个性格是因为我们的尊严 因为我们的自尊 因为我们自己的各样东西 其实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喜欢的安书 最大程度上是我们不想改我们的性格 其次就是不想改我们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舒服 以前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在信主的时候 看回新的狗这么惨 原因就是那时候要大量将一些人的性格改 才能够遗留一个好的信仰榜用 给回这一代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他们就因为极之苦底下 要作出这个决定 他们就可以说没有东西再保留 但是很多人 你用利友给他们的 其实是因为他们有太多保留 所以你要用利友去引他们 一路一路在信仰当中一路一路的成长 但是当你听回我见证 我一信主就 因为我实在太苦了 那种苦就是 导致到我其实是放弃了所有东西 而甚至到上大都完全没有想过回头的情况下 去选择这个信仰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已经完全放下自己 这个信仰是要怎样的呢 我就完全预备了那个态度 那个心境 我没有想到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 最后才肯放弃的 就是那种态度 做那种心境去迎接这个信仰 很多人直接是所谓自己的尊严 自尊心或者是什么自己的学识 或者是自己那种矛盾 自己那种的横幻 或者是自己的固执 什么都好 总之他是最后才放弃的 而并且越信得久越不放弃的 但是我一信主第一天就已经把这些放弃了 所以我变成是一个好的位置 去看这些经文 第一这些经文很轻易改变到我 第二就是我一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正在对的心态底下去看的时候 我需要明白这些经文 即时就知道这些经文在我生命当中是怎样 所以被我称为 其实有个问题问我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问题是全威离世之前 写下的问题 信和爱其实你讲到关于爱是你最强的 但问题你很少提到关于盼望 其实盼望是什么 有信、有盼望、有爱 为什么盼望在爱和信中间 为什么会大过信呢 就是原来当时我一信主 我不认识爱 因为后来才认识Agape 我是盼望 盼望是什么 其实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你就知道盼望是大过信心 因为信心很多时候要事实 我问问你一个赌徒 为什么他输了所有钱 不是因为他相信他会赢 他是希望他会赢 如果是信的话 他要很多事实 很多证据 但是十赌九骗 有没有事实有没有证据 没有 但是为什么继续赌 因为他爱上赌钱 不是啊 他盼望他会赢 希望永远付出的信心是大过 只是单单信 但是希望 很多时候是很假的 因为所谓很假的 就是你要付出的信心是大过 你现实有的所有证据 那时候我信主就是因为希望 就是圣经当然叫盼望 但是我以这样形容你就会明白 盼望 因为盼望在字眼上你错了 跟信有什么分别呢 两者很迟 两者很迟 但是信是想用真的事 但是未见之事的实体 所望之事的确据 所以信其实是要某些证据 但是盼望甚至证据是相反的 你也会继续做 那是超越了信心 我信主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这个希望去做 因为我背景是绝望的 所以我采纳了这个希望 在那个过程当中 于是我看真理做很多事情 根本其实在我前人 没有人做得通的那些真理 没有人做得到 就是好像平信徒普通牧师 和一个历代历世超级的 比如Paul King的那些急俗 好像中间没有step 其实怎么办 怎么来的 原来是盼望 原来是盼望 我找到一个step 但是那个step不是我后期才进去 我一信主就已经因为盼望 我所有事对自己做得好 但是你说你问我 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证据证明 就是说你安全 一点都没有 我只是盼望而已 你不能说那样是信 我已经超越了信 因为那个是要有证据 要有足够的安全 你才有东西给你去信 但是问题 我一样是跟你一样看圣经 我一样是 拿这些圣经成为我的标准 但是我付出的信心 是比你们大 因为它是事实 但我付出的信心 是多过历代历世以来有的证据 其实所以我今天达到的很多的 level 原来历代历世以来 基督教是没有见过的 即是神给我的带领 是没有见过的 原因就是 我就是讲tuning 原来因为当时来说 我是随便 不是因为信 我是因为盼望 因为希望 而使我尽力的tune进去 我没有忍耐 我没有想着 这件事不做 或者这件事我相信 我有没有后路 因为就算说信心 很多人都有后路 是按着他认为 那个证据的大小 而定了后路 但你看我常用这个字 破釜沉舟 我是从来没有后路 即是说 那段圣经你这么说 我是完全没有后路 但神既然厌终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说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察验 我们心的神喜欢 但我不敢去 天天爱识 教我收尊 情依尽 又像乱风吹 我放下疑虑 直信心跑去 奋发志向已决在没前内 前路更崎嶇 扭气 老闲天碑溃 我脚仍仗 随着脚走去 歸这山 走在阴光里 毛泛发心不跪顺 与主同行相随 无疲累 人生或有宝泪 传我抚摁住手里 愿我画着尊爱 不会后退 立枝权力 奔讨天国陆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